现在只有一种人有可能了 那就是旅店的房客 案发前一天 发达旅店共入住了七个人 分别住在二楼的三号四号房 一楼的一号二号房 其中有几个人都是隔壁一家KTV的服务员 每天晚出早归 在案发后不知情的情况下纷纷回到了旅店 可侦察员数来数去 怎么好像觉得对不上号呢 案发后我们找到了六个人 谁有101住的一个年轻小伙子 失踪了找不到了 入住的所有人都清楚的记得 18号的时候101房间确实有人入住了 但是他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没的 没有人看到 而且这个房客走的特别匆忙 门都没锁 事后也没锁 101房客走的匆忙 而且呢屋里面只留下了六样东西 都是方便面盒 饮料瓶 还有烟盒之类的杂物 假设这个房客是趁女店主不在 而想不买单的话 也不太可能 因为旅店都是入住的时候先交押金的 KTV服务员上午的时候呢 还没有下班 也就是说 案发的这段时间里 小小的发达旅店里 很可能只剩下101的房客和女店主两个人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101的房客 即便不是犯罪嫌疑人 也很可能是知情者或者是重要的证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又在哪里呢 对于101房客 虽然有个别房客在楼道里见过他 但也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个影子而已 侦察员走访到这里几乎是无计客失了 忽然一抬头 看到了头顶上方的另外一只眼睛 那就是周围几家商店的监控摄像头 侦察员调出案发前后48小时之内的所有录像 试图帮助几个目击证人 回忆起那个神秘房客的样子 目击证人的一些意见 就是可以认出来 就是这个人是1月18日上午10时46分 他从雪府路对面买东西过来 向发达旅店走 这个影响被咱找了 还有一个是他案发后 找变装被双肩包逃离现场时候 也被录下来了 是19日上午10时36分 通过监控录像 基本上锁定了101房客的体貌特征 咱们在脑海当中共同来想象一下 这个人呢 瘦高个儿 理着短寸发型 眉毛比较粗重 说话的时候有点结巴 您说这体貌特征很明显吗 反正啊 我是觉得跟没说一样 不过呢 事情就是这样 看了图像 认识你的人呢 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认识你的人 是怎么看也认不出来 别说 还真就有人认出来了 哈尔滨市的老王在学府头街道 开了一间日杂用品商店 与发达旅店也算邻居 自从发达旅店出了事以后 老王也一直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情况 那天在看电视的过程中 他突然一愣 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进屋 要买成 我说买什么成啊 他是买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线上 线上 塑料的也行 虽然老王对这个挑剔的顾客 印象不深 但对自家卖的白色绳子 可是比谁都清楚 留在案发现场 绑在被害人身上的那绳子 明明就是自己家卖出去的嘛 而且那人来买绳子的时间 正好是案发的当天上午 试想一下 101房客在案发之前 买了绳子 而那个绳子 恰好绑在了被害人的身上 案发后 101房客又神秘消失了 这样一来 101房客成为了 重点嫌疑人 与此同时 陆续又有三四个人 从电视节目里认出了他 看一个电视 一个人非常非常面熟 好像我拉我的一个客人 1月24号 一个中年男子 独自来到专案组举报 他说他认识嫌疑人 他的真名叫 玛丽龙 家就住在大庆市赵州县 这个举报 让十多名侦察员 欣喜若狂 连夜赶往大庆 准备抓捕玛丽 同时得到一件重要线索 这个人因为 抢劫 涉嫌抢劫犯罪 被赵州县公安局 拘留了 真是踏破铁鞋 无秘处 得了全部费工作 既然马力龙已经落网 这个谜底 就不难解开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 马力龙和被害人侯平 在案发前36个小时 根本就不认识 马力龙到底是因为什么事 而动了杀念呢 马力龙说 他从小的气性就是这么大 在很小的时候呢 和小朋友打架 他都会气得臭过去 而在案发当时 因为一点小事 和侯平发生了争吵 一气之下 竟然就杀了人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杀了人 气性大就是理由吗 你气性大就可以随便杀人 这不是荒唐吗 你还是自己在监狱里边 好好想想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小海罗就给你讲到这了 接下来请你继续收看 拉管 一座从天而降的老宅 一个23岁女孩的精心之旅 不你找了一个愿意出高价钱 买你那种古宅的人呢 买房者 竟是死人 你打听原来那个叫张永才的人 去年就死掉了 他能否逃出生片 信了债之 老宅有鬼 天黑 请闭眼 是